植物提取物必須兇討服用,保健食法每天2粒,進階食法每天8粒 糖立燒能有效控制血糖,改善胰島素阻礦,延長胰島素,幫助糖尿病患者回復日常生活 產品查詢熱線5537-9521 黃昏流星群呢,其實就是說,在這個世界上,許多年多已經超過了40歲 他們總是期待著在生命完結之前,能夠再轟轟烈烈地再談一次戀愛 他們這個希望,就好像黃昏的流星一樣,發出人生最後一度光芒 這些胸中,即是心裏面,埋藏著熱情的人,在生命裏面最後階段 內心開始覺得焦慮不安,所以我稱呼這些人,叫做黃昏流星群 嘩,真是低處未算低,有歷史以來,只有兩百多view 希望大家追蹤、訂閱、like、share、課金 那大匪漢天下只可以在大匪漢天下的頻道那裡看到的了 那其他呢,還在聯播著的 那呢,我三哥,即是老三呢,就說跟我拍檔做一個節目 叫做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 那看看可不可以盡快推出,即是填補了巴打台裡面,沒有了大匪漢天下 今天呢,想跟大家說一個故事,關於失憶的 那女主角,是一間二手店的老闆娘 所謂二手店,開在銅鑼灣名店附近的地方 那麼呢,很多有錢人,很多明星,他們很多的衣服,穿過一兩次 那麼呢,因為他曾經在一間名店裡面,做銷售,做了十幾年 所以呢,人脈關係夠,很多人呢,就把這衣服呢 以一折,譬如一萬元一件衣服,就變成一千元一件衣服,賣給他 那他呢,就大概三折出手,生意相當相當好 男裝、女裝都有的 他今年四十七歲 他跟那些客人很好的 今天,有一個肥妹仔走進來,跟他講 哎呀,我看中了這件衣服,幾錢啊,幾錢啊 五千元,哇,很划算啊 他說,可不可以給我試一下,當然可以啦 哎呀,我今年呢,我打算穿他去聖誕節啊 但是那些樓扣不賣 我們的女主角,靜止,跟他講 要減多少肥啦,但是誘惑在前 不要緊,不要緊,不扣樓就可以了 哎呀,我給,我給 喂,你經常都見到一個人,又沒有碰完 一個人很辛苦 他說,我們這些不用做很多生意的 那就OK,可以的啦 蛤?那你老公呢?沒有啊 結果一次婚,二十五歲結婚,二十七歲離婚 單身了二十年啊 你都挺美女啊,為什麼沒有呢? 何況你做銷售,小時候有很多有錢的男人追的 拍過幾次拖,但是總是看不上 算了,你沒有打算結婚啊?有啊 不過找不到一個合適的,你遲些先啊 隨緣吧,我找到好的介紹給你 好嗎?接著肥妹仔走了,靜止心想 隨緣吧?有你自己上了先啊 這些門面說話 不要說 突然間有一個很高大 滿面有少少鬚筋的男人 戴著一個墨鏡西裝 額頭有道拉,走進來 看過樣子,有點像電影《中一刻社會》 他拿了幾袋衣服上來 你到二手店收不收這些衣服的 我打開他看 全部一些比較高大的,大馬的,名牌的衣服 很多幾乎沒有穿過的 收啊,不過呢 我們始終都是做女人的 可能價錢不是很高的 我收就可以了 這些衣服你怎麼收回來的 因為我看上去,靜止都怕 可能是劉敏衣服 會不會是拆了什麼 他脫了眼鏡 看著靜止 跟他說 他說呢 我本身呢 是做一些娛樂新聞和運動新聞的 認識很多的明星 其中一個呢 他的衣服呢 做表演完之後 或者穿過一兩次他就不穿了 他的衣服都送給我 因為我跟他身形差不多 但是 都不是我這種人穿的衣服 看見有二手店就走進來問一下 很多的 是的,其實都不少 如果你認為對的 就再來找你 這個哥哥仔轉過來 走了 我靜止心裏面 不停地跳 這個人很面熟 究竟是什麼人來的 為什麼 好像很認 跟我以前有個朋友一樣樣 是誰來的 腦裏面 浮起了很多的面貌 突然間 他想起一個人 這個是人渣 這個是人渣 就是他前夫 和他很像 不應該叫人渣 渣男 他和他前夫 全部都是靠政治 去包養他 連吃飯 家裡所有的洗費 都是政治給的 他覺得這樣不可以 再加上 因為他前夫人緣很好 很多女人半夜三間都找他 有時候他說談創作的東西 有時候不回家 終於忍不住 離婚 沒有再聯絡 也不知道生死 但是他覺得樣子很像 算了 未必再見到的 誰知過了聖日 這位男士 拿了很多衣服 他說其實有很多 另外的 買了他 接著他看一看廚櫃 哇 都挺好賣 上次拿給你的衣服 已經賣光了 是啊 托你的福 賣光了 隨口說 賺了點錢 不如請你吃飯 他想確定這個男人是不是他前夫 雖然分開了二十年 是不是呢 吃飯的時候 問他 你叫什麼名字 當然 永恆的男主角 秀哥 哦 你哪裏人 我啊 不是很記得 怎麼會不記得 不知道 二十多歲的時候 突然間 好像有些事 我忘記了 那 那為什麼你叫這個名字呢 不知道為什麼 總不知 在我腦裏面 突然間出了一個字 一個靜字 一個修字 那我就叫靜修 靜修 他前夫 就叫做 修哥 我叫靜子 是不是他失憶裏面 還記得我呢 很疑惑 靜子心裏面 在那裏問 在那裏想 喂 明天啊 有空的話 我帶你去 有個新聞發佈會 有個演員 很有名的 在韓國 我們去看看 好啊 好啊 最後兩個人 看這個新聞發佈會 他見到修哥 他很嚴謹 很嚴肅 做事 很勤力 應該怎樣說呢 Smart 用英文說 Smart 他處理一些事 他為什麼這個人 跟以前完全不一樣 他是不是真的是我前夫呢 靜子 心裏面有無限想像 接著翌日 他打電話給修哥 他說這幾天呢 我不在 我有點事 要去兩個地方 什麼事啊 我想進行一個回憶之旅 那我不會開店兩天的 哦 有他啦 終於 靜子就回去 曾經跟修哥一起住的地方 他媽 生活的地方 原來他發覺了 如果 當年他離婚之後 左倫友來說 半年不夠 修哥就離開了 沒多久 其中一個隔離論社 收到一個短訊 他說呢 我不知道 我的人生是怎樣 我媽 就拜託你了 這句就是修哥 在二十年前 最後來的留言 靜子問過左倫友寫 又你說 他說你有沒有告訴他媽媽 沒有啊 他媽媽六年前都過世了 又沒辦法聯絡到他 都是這樣 可能都不在人世了 留下這句說話 靜子離開了 回到公司 剛剛好 肥妹仔走來 喂 介紹個俊男給你 蛤 俊男 是啊 今晚吃飯 靜子 靜子 和肥妹仔 和那位相當有型 她口中所說的男士 有肥 一米七八 二百三四十磅 滿臉鬍鬍鬍 戴過眼鏡 說話以為自己有說服力 也覺得自己好像很灰諧 唉 你和大肥一樣樣 靜子很唏噓 突然間她的電話收到個短訊 收個發覺來的 怎樣啊 回憶之類怎樣啊 靜子一見到 心沒有辦法平靜下來 立刻起來 買單 衝過去找一下收過 過去的回憶 結束了 從今天開始 我想和你一起製造 我們的回憶 好不好 收個很開心 總之兩個在一起 兩個人 拍拖 吃飯 和一般正常的男女 沒有什麼分別 過了兩三個月之後 突然間 收歌 拿著一束花 一個盒 一個袋 走進來靜子的二手店 放下 接著 開了個盒 盒裏面 有封很簡短的卡 很精美 但裏面寫得很簡短 你可不可以嫁給我 靜子拿著 這張這樣的卡 現在在哭 開始哭 可以 可以 靜子心裏面說 我是不會告訴你 以前的事 因為靜子 在這次回來的時候 他自己覺得 應該是 他離開了 修哥 應該發生了一些意外 導致他失憶 他不記得了 看他額頭的傷口就知道了 但是他記憶裡面 他的DNA裡面 他是愛我的 所以我們撞回他很快 他就喜歡了我 靜子很開心 牽著他的手 一起下班 你真的要娶我 是啊 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跟你在一起很舒服 靜子 你不介意 我是一個二手火 不介意 做什麼介意 拜拜 無狼 空有去屍 固法 欲法 防脫法 我們推薦韓國JW洗戶系列 為議